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浮白 后期制作 美晨 第469集 不过呢 只要你们找不到本作 本作就能慢慢磨死你们 不知你们几个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这阴瑟瑟的声音急急笑起来 飘忽不定 让人根本分不出来源 骷髅堕主 秦晨眼睛眯起 下意识到 嗯 你小子认识我 阴冷的声音有些惊养 还真是你啊 秦晨皱起眉 而后笑了起来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啊 秦晨这话让众人纷纷看向他 顿时引来了一片训话 这什么情况 难道秦晨认识困住咱们的血魔教强者 可是不对啊 这强者应该是血魔教高层 秦晨怎么能认识他呢 人群之中躁动不已 深感不解呀 秦晨跟对方的交谈 让他们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你认识我 难道是 虚无缥缈的声音闪烁几下 突然间好像想到什么 是声道 是你 没错 秦晨跟他确实有一面之缘 当年古南都考核之后 血魔教拉拢秦晨不成 便派出了血英长老暗中拘杀他 结果呢 血英长老反被秦晨斩杀了 而当秦晨对血英长老施展搜魂时 灵魂力却与血英长老脑海中中下的 一道灭魂印的骷髅舵主 有过一次交锋 后来 骷髅舵主派遣出天魔长老追杀秦晨 结果死在了黑死沼泽 那天魔长老同样也被秦晨斩杀了 可以说呢 双方之间恩怨是由来已久 当初 骷髅舵主强行闯入天魔秘境时 秦晨就已经认出他了 现在略一猜测 发现果然猜的是没错 有意思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宿命 我派出了天魔长老也失去了生命气息 应该也是被你所杀吧 骷髅舵主怪叫起来 笑声冰冷 萦绕着杀意闪烁如实质 冷笑声中 秦晨随即感觉身体紧 好像被什么怪物叮住了 全身僵扭 是灵魂的威压 这骷髅舵主 怎么这么可怕的灵魂气息呢 比起我来丝毫不弱呀 秦晨脸色发白 心头一沉 他这样呢 也是故意逼迫对方露出马脚 但没想到对方灵魂气息 居然这么可怕 要知道 一般武者灵魂力 只有等到突破七阶时 才能有所缓缓的提升 而秦晨的灵魂力 经过这么多年 早已经能聚魂化形了 可以说 他的灵魂是场上 诸多强者最强的 但这骷髅舵主的灵魂力 居然比他丝毫不弱 绝对是武皇级别的 难道说 骷髅舵主是一名武皇吗 可是不对呀 这个想法被秦晨接着否定了 如果那骷髅舵主真是武皇 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小心翼翼的 甚至要启动什么阵法 八阶武皇之强 秦晨再清楚不过了 举手投足能毁天灭地 哪怕场上七大王朝 都是七阶三重巅峰武皇 但在一名武皇高手面前 那都不够看的 对方居然这么小心翼翼 他绝对不会是武皇 但是呢 对方灵魂力又怎么阴冷 这般可怕 这让秦晨又有些不解了 不错 天魔长老是我杀的 你若想替他报仇 只管出手便可 本事要在这里接着 脑海中念头一闪而过 秦斥冷笑道 报仇 他一个六阶五尊 扳不成本队主的任务 死有余辜 骷髅队主冷笑道 不过你小子 倒是让我刮目相看 本座记得你当初 跟魔力一样 修为不高吧 短短一两年时间 你居然成长成这种地步 真是让本座吃惊了 如此看来 阁下天赋 还在我教我圣子魔力之上 可惜了呀 骷髅队主 突然说了两次可惜 似乎充满了惋惜一样 看在阁下天赋 这么惊人 本座突然有个主意 这样吧 本座本来是想杀了你们 让我血魔教吞兵 整个百仇之地的 现在本座突然改主意了 我不着急杀死诸位了 我想跟诸位做个游戏 怎么样啊 做游戏 清晨一正 其他人也满是恶人 不错 游戏规则很简单 本座很仁慈 绝对给大家两个选择 骷髅队主节节道 第一个嘛 诸位彼此残杀 只要谁能存活到最后 本座揉他不死 并且让他代替本座 暗中掌控整个百朝之地 毕竟大家也知道 我血魔教 不敢公然在百朝之地行动 以免引来那些顶尖势力的关主 彼此残杀 众人拳头一紧 经过这么惨烈的战斗 场上武王虽然陨落了不少 但活下来的至少还有几十位 要从这几十位里杀的只剩一位 这分明是想让大家自相残杀呀 而那骷髅舵主呢 他暗中隐藏于暗处 坐受渔翁之力 实属险恶呀 卑鄙啊 想让我们自相残杀 休假 这么拙劣的李坚 阁下不觉得幼稚吗 李玄姬等人冷笑 面楼不屑 让他们自相残杀 好让对方最后收拾残局 这么白痴的李坚 他们如果被骗到 那也就不是百朝之地的小脚者了 本座好心给你们一条活路 你们非要觉得本座别有用心 本座也拿你没办法 不过好在 本座对你们的反应早预料到了 所以我给你们第二个选择 说到这儿 音色色的声音继续到 第二个选择就容易多了 你们不是想见我吗 很简单 只要你们把那小子杀了 只要他一死 本座就主动现身 如何呀 骷髅舵主怪笑道 什么 众人全部恶然地看向秦晨 骷髅舵主指名道姓要杀他 难道是想替他手下报仇吗 怎么样 这个选择不错吧 只要死一个 你们就能见到我 不带有活起来的希望 甚至还可以杀了本座 为此人报仇 狠划算吧 骷髅舵主节节怪笑起来 伴随他话音落下 场上气氛瞬间变得无比诡异 所有人目光全部集中于秦晨身上 如何选择 看诸位自己的了 骷髅舵主说完最后一句话 声音便彻底消失了 场上马上安静下来 这秦晨跟骷髅舵主到底多大仇啊 让对方这么针对他 诸位啊 别听血魔教的人胡言乱语 他这是诸心 目的就是瓦解我们 好让我们自相残杀 我们真这么做了 那就陷入对方陷阱了 卓清风急声道 这可不好说 若他说的是真的呢 丁千秋也是朗朗一笑 转头看见众人 阴测测的 诸位 大家都听到上官陆阁主所说了 我等被困在这儿 最多只能撑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一到 我等都得死 可若是骷髅舵主真能出现 我等就有方法对他动手了 到那时候 大家说不定都有方法离开 这对我等而言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丁千秋 你这是公报私仇啊 你觉得以血魔教的卑鄙 他会言而有信吗 卓清风怒道 哎 不好说呀 而且不管他说的算不算数 这都是唯一的方法呀 哎 不然大家还有别的方法吗 丁千秋看见众人 众人却都沉默了 确实啊 以目前情况来看 众人唯一的方法 就是按照骷髅舵主所说的做 这个尚还能有一些希望 不按他说的做 那唯一的一点希望也没了 你们 卓清风等人气得浑身发抖 怒道 刚才若非陈少布下隔绝大阵 恐怕场上不少人早已死了 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呢 良心 难道就因为秦晨之前布下了隔绝大阵 我等都得为他死吗 可笑 你敢说他先前布那大阵 这是为了救我们 而不是保护自己吗 且不说布下是隔绝大阵 他自己能得到庇护 换句话说 没我们 他一个小子 根本抗衡不了血魔教高手 所以说 他表面是救我 实际上 只是自救 并且利用我们对抗骷髅堕主而已 若非这个原因 我看他早希望我们死了 他还会出手吗 刘泰等人听到这话 一个个目瞪口呆 身体都忍不住在衬动 别人救了他 竟然还在冠冕堂皇 说别人是不安好心 利用他们 这世上还有这么无耻的人 好了 你们几个别激动了 秦晨脸上倒是极为淡定 面露微笑地扫过场上众人 说道 大前王朝和大骊王朝两个畜生这么说 本少没什么意外的 本少只想问问其他人 诸位是否跟丁千秋离桑一样 觉得只要杀了秦某 骷髅舵主就会现身 大家就能安全 秦晨平静地看向众人 说道 在他目光之下 诸多武王纷纷低下了头 不敢抬头了 事实上 他们并不清楚 这是不是骷髅舵主的一个阴谋 但对于目前场上的众人而言 这几乎的确是一个 唯一能凸显的方法 不试试 他们是怎么都不甘心的 哪怕这尝试 需要献出别人的生命 你们 刘泰等人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眼眸中满是难以置信 他们不敢相信 除了原本跟秦晨有仇怨的丁千秋 离桑之外 场上居然这么多人 还有这个念头 够了 看看你们一个个都成什么样了 就在这时 大唐王朝李玄吉老祖一声冷哼 不懈地看了眼场上默认的武王 喊声道 这分明是骷髅舵主的诡计 目的就是让我等自相残杀 彼此猜忌 难道大家看不出来吗 依老夫看 这就是骷髅舵主的诡计 只要我等杀了秦晨 就算骷髅舵主真的出现又能如何呀 他会任由我们乖乖斩杀吗 可一旦我等杀了秦晨 那么我们目前这个联盟立马就会崩溃了 谁会保证骷髅舵主 时不时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让我们杀更多的人 到那时候 我们只能一步步陷入他的陷阱里 龙元王朝 赛鲁川老祖也是沉生道 请不吝点赏 转发 咨诺费